愛美的小夥伴們 大家好 我是璇璇 我是小函 我們今天想要聊跟熔乳相關的一些問題 那現在還蠻多的年輕朋友啊 或是周遭我的朋友都蠻對熔胸這一塊還蠻有興趣的 只是說在熔胸手術之前 大家會比較好奇說我們要準備一些什麼 或是有什麼注意事項 那今天請小孩幫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 不管做什麼手術 最重要的就是要先給自己進行一個心理見識 在手術的時候一定不要緊張 因為緊張的時候可能會導致手術中會有大量的出血 是非常不好的 然後其次呢 因為我們這個熔胸手術它是需要睡眠麻醉的 所以睡眠麻醉的情況的話 你需要在手術前一天 最好去內科檢查一下自己的身體狀況 包括自己的心臟呀 以及各種器官呀 是不是處在一個正常的狀態 要完善的一個健康 最好要先進行一次全面的確認 然後如果全都準備好的話呢 也要聽從醫院的醫生的醫主 然後就是睡眠麻醉前呀 我們不可以吃飯 對要進食 進水 然後進煙進酒 包括一切可以入口的東西 都是不可以的 口香糖這些都不可以嚼 這些要進進 對 然後再一個就是 比如說女生有美甲啊 這種情況都是要卸掉 都要卸掉 對對 包括進手術室之前 你自己的這些手勢啊 都要摘掉 對這些醫生也都會說 所以一定要聽醫生的要求 然後再有一個呢 就是衣服的問題 因為做完這個龍胸的話 你可能上肢啊 不太方便活動 所以一定要穿 戴扣子的衣服 不要穿套頭 對 然後要穿寬鬆一點的衣服 這樣的話 穿脫衣比較方便 然後再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 公換自己的內衣尺寸 就會變大了 對對對 對 就是買新的 大家變大了 對對對 這樣不錯喔 滿開心的 是的 還有嗎 大概就這些 好那我們謝謝今天小韓的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見